大渡山這個地方在以前台中縣市還沒有合併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叫邊垂的地方 邊垂的地方不是不重視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大渡山還保有了一些自然的運作情況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運里往南一直到下來的我們直於台灣的平原地區 大渡山這個地方正好是台灣這個整個中部最寬的地方 就突出來了一個區域 就好像一個懷孕的孕婦裡面的胎兒 那這樣子一個區域 那個區域裡面就保有了台灣西海岸 非常特殊的一個生態系的運作在這邊保留下來 剛剛說的果花椒剛剛說的食糊 只是其中的一些代表 我們過去在這個大渡山上面的調查跟了解 很多很稀有的植物有大概十來種 而且甚至有很多都一直都不是我們台灣的學界去記錄過的 因為大渡山這個地方太淺山了太靠近人了 所以以前的學界都不重視它 那我們最近就把它做一個整理 那現在目前大渡山這個地方總共已經記錄了400多種植物 那在整個這個記錄過程裡面呢 我們發現說這邊 因為整個歷史的台地 加上冬天的乾旱 加上整個過去的運作 這個火燒跟我們這個地方一個叫台灣百合的這個運作 整個結合在一起 那也形成一個非常獨特的運作方式 那也就是說我們大渡山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生態上面非常特殊的地方 但是現在台中縣市合併以後 就變成什麼財團 嘴裡面的肉 每個人都想要把它開花 把它變成錢 那我們也知道 在前一陣子 台北市的202兵工廠 在內湖 那個地方 內湖跟松山那個附近 那個兵工廠 要把它變成了 變成一個所謂的中研院的一個基地 變成了 引起了社會的一個很大的迴響 那我們這裡 更應該是合併後的大台中 市類的一個律會 而且是一個保併的基地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了這一條 華蘭路 它就是一個 我們要把這個大陸山把它變成都會化的一個 一個 最基礎的最前鋒的一個工程跟一個運作 好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利益 跟我們現在目前要把它變成現金 來斷送的我們的未來 如果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要生存繼續的地方 不僅是師父 師父只是什麼 只是我們現在認為 叫做敏感的什麼 這個物種之一而已 真正的是我們的未來 完全都會的區域 是沒辦法生存的 而且會造成很多的後遺症 而這個後遺症 不僅我們現在目前開這個路的錢 這個負債而已 我們未來的子孫 要負擔的 那是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沉重 好那我說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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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